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 下午会有飘飞巡游 五度午夜会举行长包山比赛 吸引不少市民到长洲观赏 新杜伦说 截至中午已经有超过16000人次 坐杜伦去长洲 由李静瑜说 长洲这一天离慢着浓厚的传统节日气氛 将会在午夜举行的重头戏长包山 已经准备就水 一个个的平安包整齐排列好 在另一边乡 一盘盘的平安包也都新鲜出路 店铺的员工忙过不停 四个吃 二头 平安 负责人说生意不错 早上已经买出三千几个平安包 预计全日可以售出一万个 上午不时下雨 但都无减居民和游客的兴致 我多数年年都来的 给女儿 给她来摆在车路 等她们保平安 也有不少店铺售卖以平安包为主题的饰物 希望今年比往年赚多些 而飘色会景巡游下午才开始 一帮小主角一早已经整装待发 准备就绪代入角色 讽刺时弊的议题仍然是今年大议 三岁半的石魂就扮演汤铁明 你会拿着些什么 这个也是黄师傅退休之前的告别座 最主要反映这些时事 钱就应洗得洗 不可以垃圾花 有团体在码头派发传单呼吁坐船的市民注意安全 港九公团联合总会几名成员在中环码头外派发传单 提醒坐船的市民留意船上的救生衣 包括小童的救生衣是否足够 以及了解救生衣的摆放位置 按职员指引需要时穿上救生衣等 注意海上安全 他们说近期视察了不少船隻 发现救生衣的数量不足 要求船公司增加救生衣 加派职员在晚上负责导望协助船长航行 并确保船员有足够的休息时间 今天是农历四月初八 在佛丹亦都是谭公丹 鲁记湾有大型巡游庆祝活动 多个团体总共千多人 组成的巡游队伍 在鲁记湾电车总站出发 京东大街巡游到谭公庙 有小朋友着想戏服扮演愚民 亦有人打扮成八仙为谭公贺寿 沿途有舞龙和舞狮表演 相当热闹 吸引了不少市民围观 相传谭公有预测天气变化的能力 愚民信奉为海上守护神 每年谭公丹都有举行举行兴祝活动